你为啥要挡路了 都是我的地嘛 都是我的地嘛 那我又没请你地理 这就是我的地理 这是公路 这是公路 这是属于村上的 不是你个人的 在这里停车呢 然后我们没有停在他的停车场 停在这个路边 这个大姐 非要说我们停车费 然后10块钱 虽然钱不多啊 但是呢 我们没有停在他的停车场 这个景区 这个景点呢 也是开放式的 谁都可以去 他非说这个地 到处都是他的 公路也是他的 下边什么水库什么都是他的 然后现在不让我们走 不是你的地方 我要是请让你那个 请让你那个地理 哪大都收的 但是不应该是你收 这不是你的地方 我们昨天来了 我们昨天没有来 我就给你了 这里就跟你大事来说 你为啥要挡路了 都是我的地嘛 那我又没请你地理 这就是我的地理 这是公路 这是公路 这是属于村上的 不是你个人的 你不要过来 还是胡锡那边 谁给你胡锡蛮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 这公路不是个人的 是集体的 对不对 你要说我听到你的地理 把你装在 要发什么的 这我给你钱 这我赔你钱 这不是你的地方 你凭什么来 我赔我走呀 对不对 对呀 如果我停在你的停车场 我肯定给你钱 我们立马就乖乖 你像我们刚去那个五号 倒了 不用说 只是给人家扫把十块钱 对不对 这又不是你的地方 然后你现在过来朝我收 然后我不给你 你拿着我的东西 对吧 你换个好一点的说辞 是不是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来到陕西静边县 龙州单峡景区 龙州单峡景区范围非常大 有好几个观景点 一号景区和二号景区 正在开发 还未向游客开放 我和朋友去了 其他几个开放的景点 事发点是在四号景点 这个景点没有开发 是免费开放的 在离停车场 大概三十米的地方 我把车停在了公路边 并没有占用它的停车场 当我下去看景点的时候 他让我交十块钱的停车费 我们说没有停在停车场 他说也要交费 来了就要交费 七点左右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 他跟着我们 让我们交停车费 我们说如果停在停车场 我们一定交费 现在没有停在停车场 不应该交费 后来发生的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一幕 不给钱 他就把三轮车 横在路中间 不让我们走 就连路过的当地村民也说 就十块钱给他吧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 我不想和他争论了 给了他十块钱 他才让我们离开 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 怎么办 我现在就会让我们来说 我们下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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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